六甲的原住社区为民国一百年 是开办老人营养欧餐 跟土地老人送餐的侯母来照顾这些事业 但是因为经费优惯 是让社区经营了非常辛苦 六甲提醒区在在产生前后 是马上观看 希望可以协助社区的徒劳照顾 侯母可以用手发电 有鸡有肉还有新鲜的素材 又加上饭后的水果 这是营充社区为社区所准备的营养欧餐 为了要照顾社区 六甲营充社区是开办老人营养欧餐 跟土地老人送餐给母 因为经费优惯 让社区是无法维持 现在天下公来保证在经费 让他们是亲送料美酒 我们营充社区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 办理社区营养欧餐的部分 开始有十多老人在这里用餐 到目前四十多个人在这里用餐 而土地老人我们是给他们送餐 在那些东西很贵的 有资源在地区的政控制下 所以永远要办法就好得知 这次我们六甲天后共赞助金费12万 让我们这种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相信 马祖的主币会发出很大的力量 做好更多的乡亲 六甲天后共副主委表示 天后共一直以来对六岁作国都非常关心 知道有家社区的总控之后 是马上拨款来保证 希望可以协助社区 继续来帮助这些事业 我们都知道行政与经历会已经正式公布 我们已经进入高临化的社会 对着这一项六甲天后共也一直持续都在关注 这边刚好我们的盘代表 来跟我们的同意团开 来跟我们砍耍 来跟我们砍耍 让我们知道说有家社区 对着这些老人的关注 经营到这种成功 我们天后共也来博助12万的经营 让我们可以这样永续经营 也同时我们可以社会国家 同时来关注出情之来 世代大家都很感恩 感谢妈祖母的祷三天 吃好 吃幸福 摆到去摆楼 还来珍祖母 吃好 感谢妈祖母 让我们珍祖人 来吃平安 六甲天后共表时 六是老人照顾 祝母是廟方苏基盘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重视老大人的生活 也希望少年人出国打拼 也要多多关心 家来世代 让世代都可以 达到平安和快乐 天后共 赞 新中华新闻 刹长青 六甲 蔡宏布德